非常规手段之一 是打雅弥 最喜欢打雅弥的 就是前面说过的那个 请人喝茶的 赵州和尚 这可是个会说话的 不信你看他怎么见师父 赵州的师父 法号普愿 是马祖道一的法寺 当时他在安徽贵池的南泉寺 做住持 所以叫南泉普愿 赵州去见他的时候 还是没有受巨族界的沙弥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小和尚 他行参拜礼的时候 明闻天下的普愿禅师 正好躺在踏上休息 普愿就问了 你旁边是什么 赵州说 佛像 普愿说 现在你还看得见佛像吗 赵州说 看不见佛像 只见卧如来 南泉普愿就坐起来了 他说 你这沙米有师父吗 赵州说 有 普愿说 你师父是谁呀 赵州说 苏九寒冬 恭请大和尚 保重身体 意思说 您就是我师师父 我来拜师的 普愿立马收他为土地 后来又立他为法寺 这样会说话 应该也会教学生啊 但是跟这位赵州和尚学佛 却一点都不容易 因为他对所有问题的回答 不是胡说八道 东扯西拉 就是文不对题 答非所问 让人不知所云 我们现在来看看赵州和尚 怎么样回答学生的问题 我们来一段 快问快答 什么是上古佛心 三个婆子排班拜 什么是不变之意 一个雀从东飞到西 达摩祖师为什么要来中国 庭前博树子 博树子也有佛性吗 有 什么时候成佛 虚空落地时 虚空什么时候落地 博树子成佛时 请问这是回答呢 还是没回答 当然是回答 答案就是 禅 不可说 不可说怎么学 自己去想 其实像赵州这样说话的 不止一个 很多禅师都是 比如石头西迁 西迁原本是六祖的学生 只不过当时还是沙弥 所以慧能圆祭之后 他就只好去见师兄 重新拜师 前面说过 六祖慧能是不传衣钵的 他的法事很多 但名气和成就最大的 有两个 一个是马祖道义的师父 南约怀让 还有一个是江西吉安 清源山 清源山禁居寺的 行司大和尚 叫清源行司 行司问西迁 你从哪里来 西迁说 曹西 曹西就是广东韶关南华寺 是六祖慧能 是六祖慧能弘法的地方 他也就是告诉清源行司 我是从六祖慧能那里来的 行司问 你带来了什么心得 西迁说 未到曹西之前 没有失去什么 行司说 既然如此 为什么还要去曹西 西迁说 不到曹西 我怎么知道 没有失去什么 行司不吭气 过了几天 行司又问 你从哪里来 西迁说 曹西 行司举起佛城问 曹西还有这个吗 西迁说 不要说曹西 西天也没有 行司说 难道你到过西天 西迁说 如果到了就有 行司还是不认他 又过了几天 行司说 有人说岭南有消息来 西迁说 有人不说岭南有消息来 行司说 那么佛法从哪里来 西迁说 都从这里去 行司听了点头 便传法给他 西迁得到印证以后 去了南约恒山 在山中的一块石头上 皆安为寺 所以人称 石头西迁 这个石头西迁 上起课来 也像扔石头 有一次 他的学生道悟 向他提问 道悟 就是前面说过的 龙坛重信的师父 德山宣建的师祖 道悟问 曹西的意志 谁得到了 西迁说 会佛法的人 老师得到了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我不会佛法 又一次 有人问 达摩祖师到中国来 是什么意思 西迁说 你去问柱子顶端的龙 那个人说 学生不会 西迁说我更不会 这其实还算好的 还有更加非常规的 比如林纪一玄 林纪一玄 是马祖道一 学生的学生的学生 跟前面说过的 德山宣建是同辈 但不同师父 也不同系统 德山宣建 是亲缘行私 这个系统的 林纪一玄 是南约怀让 这个系统的 这个可是既不读经 也不作禅 曾经有人问他 你这一堂僧人 还看经吗 林纪一玄说 不看经 那人又问 作禅吗 林纪一玄说 不作禅 那个人不懂 说你们既不看经 又不作禅 都做什么 林纪一玄说 成佛呀 听懂了吗 诸位 还听不懂 好 林纪一玄就会 对你吼起来 实际上 喝翅和吼叫 正是林纪一玄的 教学方法 而且不管说的 对不对 都是一声吼 后来 学生回答问题的时候 也吼 师生对吼 林纪一玄说 这可不行 我吼 你也吼 两个人一起吼 还分得清主次吗 以后不得学老生吼 这就叫林纪喝 也就是喝翅的意思 吼叫的意思 除了喝翅和吼叫 还有打 痛打 打人的是黄薄西韵 这个人不但是 林纪一玄的师父 还是宗教改革家 百丈淮海的徒弟 他打的人也非比寻常 一个是皇帝 还一个是他自己师父 更奇葩的是 正因为他打了师父 才获得了印证 成为百丈淮海的法寺 其实黄薄西韵 拜师的时候就很奇葩 请看他们师生的问答 唯唯堂堂 从哪里来 唯唯堂堂 从岭南来 唯唯堂堂 有什么事 唯唯堂堂 没别的事 这就算是入学了 有一天 百丈淮海问他 刚才你到哪里去 西韵说 大雄山下 采骏子来 淮海问 你没看见老虎 西韵就 学着老虎 吼了一声 淮海 淮海见西韵 学老虎叫 马上把斧头拿起来 西韵呢 冲过去 打了淮海一巴掌 这就是打师父 打完师父 淮海就对众人说 大雄山下 有只大老虎 老汉今天 亲自被咬了一口 你们可要注意呢 西韵呢 毕业了 毕业以后就打皇帝了 皇帝就是唐宣宗李成 不过李成挨打的时候还小 也还没有继位 不是皇帝 当时正在杭州一家残院 做沙米 也就是小和尚 结果正好遇见 刚刚毕业的黄伯西韵 云游到这里 正在焚香礼佛 李成这个沙米 也就是小和尚 就走过去说 长老再次礼拜 想求什么 习运说 例行公事吗 李成说 例行公事有什么意义 西韵不回了他 给了他一巴掌 李成就说 你也太粗鲁了吧 西韵说什么 他说这是什么地方 讲什么粗啊 戏的又一巴掌 不过打得凶的 还不是黄伯西韵 而是德山宣建 他上课的时候 公然宣布 我的问题 答得上来 三十棒 答不上来 也三十棒 有个学生就不明白了 老师 怎么答得上来 答不上来 都是三十棒 是什么道理啊 德山宣建说 再问 三十棒 这就叫德山棒 林济赫 德山棒 是当时传法的典型 由此 也留下了一个成语 当头棒鹤 有失为正 林济鹤 德山棒 长江后浪 推前浪 左一棒 右一棒 前浪飞到山顶上 站在山顶 往下望 不见当年老和尚 只见野鸭入炉荡 瘦的瘦来 胖的胖 问题是 如果当头棒鹤 也不管用呢 恐怕就得动用 超常规手段了